第五十六集 王继玉躬身道 娘子 不必如此 是我的过错 薛真起身还礼 相公 聘聘廷廷的样子 有宁心八分的凤仪 如果王继玉喜欢宁心那种娇柔的女子 薛真会表现得更像宁心 先抓住王继玉的心再说别的 装模作样 耍男人 当他不会吗 楚氏的目光闪了闪 拍手道 好好 这总算是和好了 让他们夫妻回去 楚氏对身边的妈妈说道 你觉不觉得 孙媳妇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这怎么看 怎么觉得违和 是啊 奴婢也看愣了 这二奶奶明艳高贵 偏偏做出娇媚柔弱的神色 奴婢想许师二奶奶累着了 欣妇儿 咳咒额头,喃喃地自问 礼部尚书到底缺什么? 我怎么看孙媳妇都是知道的 这节骨眼儿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难道怕我舍不得? 哦,薛真一定是知道什么最能打动礼部尚书司徒大人 能坐到他那个位置的高官送银子,许好处都太轻了 只有女子,妙领的女子此时最有可能让他动心 倒不是说他好色,可司徒大人只有一妻两妾 他对发妻很尊重,俗气点说有点怕老婆 司徒大人的内兄是为救他而死 他的夫人也是被内兄养大的 因此他们对内兄唯一留下的儿子格外的好 甚至比对亲生儿子还好 老天注定让司徒大人欠内兄一家的情分 在外甥长到十岁的时候 司徒大人遇见了刺客 外甥为他挡了致命的一箭 他没事,可外甥的右臂被垫砍去了一半 司徒夫妻对外甥就更好了 外甥的身上有残疾,却还想娶贵女为妻 所以婚事就这么耽搁下来 薛珍记得,前生就是有人将嫡女送给司徒大人的外甥做妻子 才渡过的难关 可是这话,薛珍实在不好同处事说 便只能旁敲侧击地提醒处事 回到了屋里 王继玉自觉地拿书研读 薛珍隔着珠连看着他 并让陪嫁的妈妈过来 他低声吩咐了几句 陪嫁的妈妈连连点头 司徒大人的这份心藏得很深 若不让人给楚氏送信 他许是看不出来 只能送嫡女 薛珍眯起了眼睛 童王月盈没有太深的仇怨 可谁让她是汪氏的女儿呢 薛珍时不时地会动用贤妃娘娘这尊大佛 先让汪氏品尝到失去女儿的痛苦 大女儿嫁了个傻子 二女儿嫁了个残废 而且那人据说是浩南风 性情残暴 女儿痛苦 汪氏也会痛苦的 只有这样 薛珍才能消气 闲使她的善良换来了任人欺凌 今生她要做毒妇 让那些曾经欺负她的人好看 自私自利的毒妇才能顺心 善良的人早就被毒妇们算计死了 相公喝深茶 薛珍穿着素气高雅的衣裙 一改往日的张扬 柔柔地将深茶放在王继玉的面前 声音很甜很柔和 我也不是逼着相公 你想想看啊 二叔就这么走了 相公是公公唯一的指望 相公再不努力的话 爵位如何能恢复 相公中了状元 才好向陛下求恩典呢 我提娘子的 如果是宁表妹 看她这样会从心里往外舒服 可轮到薛珍 王继玉并不喜欢她这样装柔弱 一处人来人往的茶棚 李明锐手中端着粗陋的茶盏 正正地看着窗外 王家的仆从在人群中打听消息 脚步声响 人没到 声音却传来 我说大哥子 你这么做 是不是太狠了 平王世子坐在李明锐的身边 李明锐憨厚不敢地说道 若是他们不想牺牲敌女 是否告诉王家这个消息重要吗 一旦他们心疼女儿多些 你怎么办 另外想办法 真背着婚约 李明锐不敢面对宁心 咦 怎么 怎么 平王世子趴在李明锐的肩头 向街外看 他同样瞪大了眼睛 平王世子安排的人被挤到了一边 王家的仆从同另外几个人小声地嘀咕 隔着太远 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难道要坏事儿 平王世子应李明锐的要求费了好多功夫 先要打听司徒的外甥 是不是同李明锐说的那样 再安排人手散布消息给王家 平王世子忙完了 才想起来 他这算不算是促成了李明锐和宁心的姻缘 他的心里略微有点不舒服 就算他不同李明锐抢宁心 可也不至于这么帮忙啊 说什么呢 他们到底在嘀咕什么 平王世子按着李明锐的肩头向外看去 李明锐搂住他的腰 异想不对 宁心说过 这样会让人误会的 说司徒大人府上的事儿 李明锐将平王世子拽到一旁 这回你不用担心了 消息不是从我口中透给王家的 平王世子被李明锐这么粗暴地拽着 不由地火冒三丈 你知不知道我是世子 大唐帝国的世子不超过十个 知道你是平王爷的主子 我认识你 还认识平王爷 哼 那你还敢这么无力的对我 平王世子的桃花眼中满是忧怨 李明锐将茶盏递给他 拍了拍他的肩头 平王爷让我看着你 你到底在气什么 你 平王世子灌了一口茶水 拖着下恶沉思 父王怎么会那么喜欢李明锐 最为奇怪的是母妃竟也喜欢他 平王世子皱着眉头 打量着李明锐 莫非他是我失散的兄长 世子殿下 撤顿我请 李明锐将干果盘子 推到了平王世子跟前 平王世子直接趴到了桌子上 哪一次都是我请客 好不容易你请我 就喝一两银子一斤的茶水 吃干扁的干果 捏起一颗 平王世子看了看 感叹道 真是干果 既然你觉得委屈 那这对你继续请好了 平王世子纳闷 怎么李明锐 同他或者是傻子堂哥 在一起的时候 心眼就很多很多呢 就他这样的人 还被宁心说成是老实 他的鬼主意一串一串的 就会在宁心面前装老实 伪善 可恶 平王世子咬着干瘪的干果 像是吃李明锐的肉一样 用力咀嚼着 看到外面散去的人 平王世子问道 你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司徒家的消息 听到的 我没告诉你我耳朵比寻常人灵敏 没有 那这次告诉你了 李明锐安抚般的揉了揉 平王世子的脑门 笑容憨厚 你可要记住了 不要在我背后说我的坏话 平王世子欲哭无泪 你就能欺负我 交友不善 与人不熟 苍天呀 你睁眼看看呢 在他哭天喊地的时候 李明锐已经起身走了 平王世子追上他 你真要陪宁心去江南 他同你不熟 请称呼他宁小姐 好 平王世子再接再厉 笑眯眯地问 去江南 明天就启程了 那我也去怎么样 不好 李明锐直接拒绝 好不如一同宁心单独相处 多出个平王世子 这太破坏气氛了 齐王府 齐王世子烧了密报 微笑道 江南 好地方 王家 楚氏住的院落 屋子里静悄悄 听不见任何的动静 门口两侧的回廊 站立着在府里很有脸面 楚氏的心腹 此时 他们收起平常的交送之气 垂手静立在门的两侧 围攻着身体 随时等候主子的使唤 大厅吏部上书消息的人 已经进去好半省了 到现在还没出来 屋里越来越近 气氛也越来越凝重 突然 挂在回廊上的绿毛 红嘴鹦鹉 拍着翅膀惊叫 太夫人好 太夫人好 楚氏气急败坏的声音 从屋里传来 给我撕了那只扁毛的臭声 这只鹦鹉很是伶俐 很得楚氏的欢心 给他用的素米都是最好的 平常听他学舌 楚氏的心情会很好 可今天 妈妈冲到鹦鹉的跟前 提起挂在回廊上的鹦鹉 用帕子捂着鹦鹉的头 快速地离去 楚氏在骂鹦鹉 为扁毛畜声时 他扔了茶盏 茶杯的碎片 飞溅起 绷到了报信人的脸上 并流下了一道的血痕 楚氏顾不上做菩萨 滚 滚出去 报信的人连滚带爬的退出了屋子 楚氏扶着炕桌 手背上青筋凸起 手指像是鸡爪子般哭射 你怎么看 王大老爷目光闪烁 听母亲的 你舍得 若是无法恢复爵位的话 鹰丫头一辈子就毁了 楚氏的嘴唇泛白 名门敌女 这是司徒大人的要求 楚氏顾忌着白娘的赚钱能力 不能轻易的让白娘生的丫头顶刚 他养的女儿惹出这桩臭闻 连累家里被夺绝 儿子以为婚事落在鹰丫头身上 也不算冤枉了他 王大老爷靠近楚氏 压低声音 报上去才有复觉的可能 若是连吏部和礼部都过不了的话 儿子 儿子对不起父亲 对不起王家祖先的鱼血拼杀呀 楚氏抬手 扇了王大老爷一记耳光 含泪乌液 糊涂 你真真是糊涂 你怎么配做父亲 我的鹰丫头 鹰丫头啊 我怎么能舍得你入了那湖血啊 哎哟 王老爷生生的挨了耳光 老太太说 舍得 这么说老太太是答应了 王大老爷撩起一惊跪下 我也是为了王家呀 母亲当儿子就舍得赢丫头 他总是王家的子孙啊 也该让他为王家尽一份心力了 擦拭了眼角 王老爷声音乌液 且带了一丝的希望 外面的传言也许不作数 司徒大人品行极好 他外甥也不至于差太多 没准是谁看他受司徒大人的宠爱 又是个 这才故意散布谣言 司徒大人和其夫人势力传家 怎么会养出不堪的外甥呢 楚氏微微点头 倦怠地说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门亲屎就此定下 楚氏抿着嘴唇 过了好一会儿 楚氏反问 李明锐你打算怎么处置 上次在齐王府 我看他同齐王世子是亲近的 齐王出了这等丑事 本身身体又不好 我看陛下 须是会让世子直接成绝 傻子世子成了傻子王爷 他还是个傻子 这李明锐蠢笨如牛 即使把赢丫头配给司徒大人的外甥 我看赵夕补偿应付他足矣 他能要赵夕 你怎么说给他 以前楚氏还能糊弄过去 利用伯爵府的权势 压一压李明锐 可如今王家是白丁 李明锐是齐王府的座上宾 他可不是处事能逼迫的 王老爷善善地说道 就怎么放过他 母亲 李家那笔私财 数额可是不小的 万一他也不知呢 这 母子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摇摇头 怎么看李明锐都不像是有钱人 王老爷一跺脚 眼睛赤红似的低血 眼下最重要的是复觉 李明锐跑不掉的 总有机会从他口中探出实情 客举会事的时候咱们再想办法 既然他不失财举 那儿子也不会对他客气了 到时候要命还是要银子 世人都会选择要命的 备受当今重视的强财大典 科举会事出现一点点问题 都是大问题 哎哟 绝位是你的 女儿也是你的 都随你 我提醒你一句 若是你想将赢丫头嫁去上书府 一定要记得 先解除他同李明锐的婚约 司徒大人的夫人可不是善差 而且我记得 他同当年一起 被救的李大人的夫人 关系极好 难保尚书府不会听到什么 若是头鸡不成十把米 弄得盈丫头委屈 我砸折了你的腿 王老爷连连称事 用婚约绑不住李明锐的话 还可以用别的 若是一女二嫁的话 王家不仅说不出道理 还要承受司徒大人的报复 礼部尚书 那可是朝廷的天官 汪氏还病着 王老爷没有将这门亲事 说给汪氏听 因为齐王府的丑闻 他们两人的关系 已经降到了冰点 不是顾忌着儿子儿媳 王老爷早就将汪氏修了 他歇息在白娘的屋里 并让白娘操持王月盈的婚事 白娘体贴温柔地 按摩着王老爷的尖头 三小姐嫁去哪家 司徒大人的外甥 王老爷闭着眼睛享受着 白娘的手臂一颤 压下吃惊 试探地问道 哟 这可是一门好亲事 怎么不告诉太太 许是太太一高兴 身体就好了呢 提她倒让我倒足了胃口 你先帮盈丫头备驾 等盈丫头出阁时 再通她说 白娘勉强地笑了 这门婚事有猫腻 这么急还不告诉太太 在王老爷上蹿下跳 复决的当口 这三小姐不就是 被当作礼物送人了吧 白娘同汪氏争了一辈子 对汪氏百般地不顺眼 可她也是做母亲的 对王老爷更加的殷勤 三小姐是做得了正事的吧 若是为妾 您脸上也不好看的 自是嫡妻原配 王家的女儿就没做妾的 王老爷翻身倒在床榻上 白娘微微松了一口气 轻轻推了推 昏昏欲睡的王老爷 委屈地说道 老爷厚爱妾 妾是明白的 可同尚书府联姻 哪有妾出面操持的道理 府里的事物都交给了二奶奶 妾便不好再多言 妾倒是不怕旁人议论 但就怕老爷您被人说没规矩 咱们家的爵位 不就是因为没规矩和丑闻没的吗 王老爷打了个机灵 想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太太身体不好 有你操持也不行 上有太夫人 中间有二奶奶 哪有妾插嘴的份 白娘向王老爷的怀里挤了一下 况且最近妾也在相看人家 万一疏忽了三小姐 妾哪敢见太太啊 妾看您还是同太太说上一句的好 太太如今只有三小姐这么一个女儿了 王老爷抚摸着爱妾 细滑柔软的娇躯 淡淡的说道 明日我同儿媳妇说说 让她帮忙操持营丫头的婚事 你也知道 王氏是个不中用的 告诉她这桩喜事 不知她又闹出什么来 等过一阵 我再同她说 还是老爷想的周全 白娘娇银奉承着王老爷 能做的她都做了 总不能因为别人的女儿不顾自己的安危